粉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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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拍照拍照 中文瑜可以跟大家分享我 最愛的專櫃粉底液 猜是哪一瓶呢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實測 一個厲害的粉底液 這一罐粉底液呢是我 第一罐自己入手的粉底液 大概是我大學大三的時候 自己購入我的專櫃粉底液 那時候因為我也沒有借出 任何的專櫃粉底液 然後透過朋友的推薦下 他們說這一罐真的很厲害 我就自己跑去購買了 用了之後我真的用完整整一瓶 這一瓶我記得是 好像第三瓶了吧 然後後來又有多了另外一瓶 就是不同色號的 以前都是用一些就是開架的氣墊啊 就是大學不太理解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那 我要來嘗試看看專櫃粉底液 到底有什麼差別 詢問了很多朋友 然後也上網爬文 我就決定購入這一瓶 然後就是我第一罐 專櫃粉底液 它真的是容得我現實動態最常出現的粉底液 如果最終我很久的粉絲 應該知道我大概從很久以前就推薦過這一罐粉底液了 這一罐呢就是完美絲龍水慕絲粉底液 現在就要來進入正題 就是我今天要來認真的實測這個底妝給你們看 人生第一罐專櫃粉底液到底效果好不好呢 我試知道是好的啊 但還是要實測給你們看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進入化妝囉 現在呢就是已經先上好試底液了 用的色號呢 右邊的是3.5然後這是4號 3.5跟4都算是自然色 所以我覺得看你們自己評估怎麼樣 實際有的用狀況真的用到蠻低的 這一瓶用的用量目前大概還剩下這樣一點點 第二瓶的話呢是大概用到這邊 我平常用量就大概是這樣 就這樣而已 擠一個這麼小低 就OK了 先給你看它的滑順度真的很滑順 就是超級無敵滑的 你都會點開 我覺得它是屬於持久類型的粉底液 所以基本上 這點不用太擔心 然後我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它多服貼 因為它真的很服貼 巨越的這個氣墊粉餅呢 然後用這個壓開 很輕薄又輕透 我們看一下 它的妝感真的超級無敵透的 好給你們看喔 它的上妝的效果真的是很透 然後我覺得遮瑕率超級無敵夠的 你看我剛剛的黑眼圈已經遮掉 差不多了 這邊是鼻翼的地方 它妝效呢就是屬於這種柔霧感 看一下 就是這種柔霧感的感覺 遮毛孔的效果也很好 真的很棒 粉底裡面呢是有加入 輕膚的精華油 所以會讓你的妝感比較服貼一點 它也有加入珍稀白水鹽脂脆 就是真的會讓你的妝感超級服貼 說實在我跟大家分享的粉底液 真的是我日常有在用的 粉底液這種東西是要長時間實測 所以基本上我分享的都一定是我日常有在使用的 遮瑕度是超級夠 然後還有一種透亮的感覺 跟你說我是不會亂推薦產品 有些部分遮瑕呢 是想要你在多加強的 我就會用氣墊 就是稍微在想要遮瑕的地方再多壓繼承 你就輕輕壓就好 因為它的氣墊的質地更薄 好比說你想在這邊C字部位打亮 你就可以稍微壓一點在這邊 它就會讓你這邊提亮 你看到嗎 這邊就可以提亮一點點 就是我的一些小步驟 這樣我就比較不會用 如果我是用這個方法來稍微提亮肌膚的話 我就不會用打亮 然後也不太會用腮紅 我剛剛試在手上的 手上的紋路會比較多 但是我試在手上的粉底狀況 它是沒有任何卡紋的 這一點 超讚 真的是 底妝妝感真的超級無敵好的 好了 我現在眼妝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今天不上腮紅跟打亮 直接來上唇妝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出門了 這個也是我超愛用的顏色 206 就是它會一直出現在我的包包裡 好了 現在已經完妝了 所以我等一下呢 就要開始實行今天的行程 今天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跟金正谷還有蔡哥吃飯 先近拍我現在目前的底妝給你們看 然後我剛剛有戴口罩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實裝度還算滿OK的 你沒有玩過這種東西 我沒有耶 但是我有看過 它的鞋子就很像那一隻 哈哈哈哈 哇這個比喻 什麼 那什麼字啊 很失禮耶 你很失禮耶 你不懂 我找一下那個聖誕樹 真的是什麼聖誕樹 然後再加一個巧克力蘸醬 然後再加一個巧克力蘸醬 嗨 要去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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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聖誕薄荷 最討厭薄荷 你知道在韓國會分不吃薄荷跟薄荷的人嗎 其實我也不吃薄荷 它肉館也先過 兩個肉粿的 好 因為我們三個都會遲到 所以 也是不錯的 這樣好像不行耶 如果三個人裡面 一個人 是很準時的話 那個人可能 不能跟我們當朋友 對啊 沒關係那我們三個明年 今年開始一起 比較遲到 對 今年開始改變 所以我們今年 心希望有這個嗎 有 有嗎 不遲到 最多五分鐘 好先看下一次 你熟是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呢 在吃下午茶 然後 這兩位 對 現在在想一下 我們的劇本 我們之後來拍一部戲 導演你聽聽看嗎 導演的 我的人設 我有在看 行不行 就是我是富朗少子 那種沒有希望的人 然後 這個人是發生最漂亮 然後讀書也很棒 所以我很討厭他 我很討厭他 然後他就是 我這麼直接的劇情 你要有一些內心情是 因為通常一個角色呢 他會這個個性 就是你要先去 他有一個背景 是因為我喜歡一個男生 我單戀了三年 但是他就 可是你是韓國人 這不合理 韓國人不能 韓國人不能 韓國人才戀愛嗎 不是不是我意思就是說 對啊 你等於是來台灣三年嗎 沒有 我是從小開始在台灣 那你這個口音就不像啊 欸 從小在台灣 為什麼他的口音就是這樣 哈哈 你最後一次想這麼多嗎 對 會嗎 對 我以前跟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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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要去 Bontia 因為我家裡還有一些東西 還沒有佈置 所以我現在呢 打算 進去應該要買一些櫃子 整理一下我家 哇塞 哇塞 我每次逛IKEA都覺得這裡的裝潢超好 然後都很想要把他搬回家 現在來逛還是一樣 我現在呢 在等待 排隊 因為我買了成貴 所以要用運費 有點太多了 這些是我買的東西 耶 我買完東西了 我現在來給你們淨拍我的肌膚狀況 我覺得底妝還算蠻完整的 所以我現在要先回家 車子好像到了 我現在來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近況的膚質 就是 今天我在外面呢 都是有一支帶著口罩 然後除非是吃東西 或者是我真的要給大家看我粉底狀況 我才會拿下來 現在的底妝呢 我覺得還算蠻完整的 然後我今天有醒鼻涕 所以我的 這邊的粉底有稍微一點掉 我沒有補妝 今天完全沒有任何補妝 額頭部分我覺得底妝算是蠻完整的 臉頰目前呢 妝也都是還在的 只是我本來T字部位就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 這邊我覺得還OK 然後 粉底也都還是在的 我覺得算持妝度蠻好的 因為現在 疫情的關係 所以疫情又變得比較嚴重 所以 口罩一定是要戴著 我現在的妝也都沒有因為口罩而掉 好了現在實測完畢 來統整一下 我對GA這一瓶粉底液的 心得 我覺得它的用量真的是很少 我覺得它在剛上妝的時候 比較屬於柔霧膠 然後它的粉質粉底是很輕透的 算是遮瑕力蠻好的 然後不用很 不用讓我們感覺有一種很厚的粉感在身上 基本上我 一年試機都還蠻喜歡用這個GLA的 就是看我用它的用量 加上你看 這個 都已經 掉了 我要證明我真的有在用 你看 看連我氣墊這個LOGO都已經快用完了 就是用成這樣子了 如果你們最近有在找一些專櫃粉底液的話 我蠻推薦給大家的 今天的妝感實測就到這邊 然後我終於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這一罐我超級無敵愛的粉底液 好嘞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之後還有什麼問題的話記得去問我 我會不會再加成這樣子 我會不會再加上錶子 那是哪一個問題的 我會不會再加上錶子 那是誰 我會不會再加上錶子 我會不會再加上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